大家好,我是Jane,欢迎来到今天的假期更新,今天美国这一边是休市的,因为今天是Independence Day,独立日,美国的国庆,大家都去看烟花了,但是明天股市会不会出现烟花呢? 明天是Non-Farm Perils,大非农,盘前一个小时就出来了,同时更加重要的就是Unemployment Rate,失业率,美联储的双重的方针Dual Mandate,一边就是要物价稳定,另外一边就是充分就业,所以失业率会再次进入焦点,另外就是看时薪有没有回暖,时薪这边对通胀回暖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指引, 所以明天这份大非农的这一个数据报告来说的话呢,还是相当的重要,美联储会录出来了之后呢,我们没有看到这一个市场呢,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其实今天的旗指的市场呢,是有在动的啊,大家会想一今天收市是不是旗指就不动了,今天旗指市场交易量,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偏低的, 但是今天盘中呢,是我们可以看到是怎么样的一个走法的,先是D,但是就V回去了,但是这些幅度呢,没太大的这一个波动啊,5528到5538左右,但是会不会就是代表呢,明天一大非呢,我们会不会可以看到早盘先是有下行压力, 然后周五的这一个收盘这一边呢,再V回去,是不是有这种引导性,明天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嗯,我们可以看到Spot Gamma呢,在XAPP推特,也就是之前的推特呢,上面是有去讨论的,啊,这个是一家这一个比较高级一点的期权,啊,这个订阅网站,啊, 啊,其实就发了一个推文啊,SPX volume is dead,标普把指数的这个交易量非常的低,现在的这一个,啊, 啊,IV rank,也就是隐含波动率的这个排名呢,是非常的低啊,接近三个月里面最低点呢, 所以来到这一边呢,哎,他是在想会不会set up for sneaky upside,是不是会表示主力是在暗中的谋序一些东西呢, 所以明天先看一下哦,根据起指的走势,那我们就看一下,明天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走法,啊, 低走,然后就是进一步的往上一步,给他反弹回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回到SPX, 也就是标普把指数上面去看的话,现在日线级别呢,指数的RSI呢, 基本上是,啊,超过了70,也就是形态最强的,就是代表呢,就算跌下去一点呢, 还是有不少在场外,啊,观看的这一个,啊,这个投资者呢,是会想进入市场的, 特别是去抄的一个,啊,抄回,抄这一个英伟达的回调啊,或者买一个特撒的回调, 虽然特撒的回调,啊,前一天这个盘中我们是见到了,下探到了240,结果尾盘,盘后呢, 又拉回去248附近了,所以明天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方面的表现, 大家不要忘记了,明天是周五,也是齐全结算日, 所以最近呢,我们知道这一个MM做事商来说的话呢,是反市场的, 所以市场如果一线推高的话,那早盘的抛售压力呢, 有可能就是来自于这一些齐全的这一个结算, 虽然在特撒那一边,昨天我们看交易量挺大的, 未平仓也比较的少,所以感觉获利盘走了不少, 不然它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动作,从249的, 接近249的这个高位呢,这个往240这一边, 直接去走了一波,感觉是获利盘先走出去了一批, 然后看一下后面有没有继续拨断网上的可能性, 大家也会很关注,英伟达有没有这一个持续性, 也能继续的网上去冲高, 一会儿我们去再进一步的去讨论一下, 但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明天呢, 我们是先去看这一个降息到底是什么时候来啊, 去看新的这一个大飞浓数据, 那么在这里如果失业率实际出来的话, 是高0.1或者低0.1的话,这也就还好, 因为基本上老报已经说过了, 如果只是偏差一丢丢的话, more of the same, 也就是跟之前一些数据都是大致上没有太大的出入的话, 那就还可以接受,还OK的, 只要不要看到有更加多的weakening, 就是更加大幅度的这种劳工市场的疲弱下来的话, 或者是开始失弱的话, 那么就对美联储这一个降息的这个决定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是有这个积极的一个帮助的, 因为劳工市场对吧, 也一样的充分的就业, 有better balance, 更加好的平衡, 然后通胀呢也进一步下来的话, 这基本上是美联储最理想的一个模式了, 那么来到这里呢, 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 那么我们到了7月初这一边呢, 那7月通常走得怎么样呢, 大家不要忘记了, 记录财报季呢, 下一周就继续走开了, 拉开这一个序幕了啊,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一个是SPY, 标普500指数, 不是X啊, 是SPY, 标普500指数的这一个过去10年的这一个走势,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7月呢, strongest month so far, 对吧, 平均的这一个7月结束的时候的回报呢, 是3.1%左右, 指数在过去9年全部都是绿的, 基本上是没有收跌, 我们可以看到在8月呢, 比较就是这种摆动的震荡的这个月份啊, 然后9月呢, 是标普白指数, 过去10年里面表现最差的一个月份, 跌幅平均是2.6%左右, 所以这里就要做好准备了, 因为有很多人说, 这里在网上5600如果拿下来的话, 继续网上我们是不是会看到回调呢, 我觉得8月份是这一个震荡, 真正的回调应该是出现在9月份的, 为什么拿它跟这一个降息这个步伐一起去说呢, 因为现在如果我们去看外围市场的预计的话, 9月18号, 9月18号也就是开学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啊, 基本上呢, 只有27.4%的几率呢, 利率不会被改变, 而第一次降息的几率呢, 这个市场已经预期是超过有七成的几率呢, 出现在9月这一边的啊,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更改, 所以我觉得有一定的啊, 在11月降息的可能性呢, 基本上是超过八成的啊, 但是现在7啊, 9月这一边降息的可能性呢, 是高了非常多的, 下一次我们听到老包的这一个利率会议决定的时候, 是7月31号, 到时候呢, 我会直播的, 所以啊, 希望那个到时候跟大家一起去追记一下啊, 如果还没有锁定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分享订阅点赞, 不要错过我的更新, 好, 那么我觉得9月份为什么有可能会见到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回调呢, 一来技术面这一边呢, 已经是白热化了非常的火爆, 所以它急需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回调, 但是你说到实际性的消息面的话, 9月18号的利率会议这一边呢, 如果它真的是降息的话, 我们有可能会看到Sell the News对吧, 也就是这一个利好出来的之后呢, 股市开始进入这一个回调, 但是通常10月11月稳定了之后呢, 我们应该是看到比较好的在10月和11月的这个表现的, 特别是在10月31号之后, 因为那个是Halloween Rally, 万神节的这一个往4月这边走的这一个Rally啊, 也就是市场进一步的去走强, 但是明年呢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因为感觉这一波的牛市还没有完全的跑出来, 到底出现在哪一个部分呢, 因为明年春天来说的话呢, 特别是过了1月份之后呢, 有点危险, 2022年的时候呢, 11月还是挺强的, 2022年最高点基本上是1月左右出现的, 然后就开始lower high, lower high一直往下开始跌进入熊市了, 为什么这一边有这个担忧呢, 因为11月的时候美国大选就到了, 大家会说, 咦,不是说过大选是利好股市的吗, 是的,股市不是咸鱼大翻身, 从3491标普白指数的这一个, 在熊市里面的这个低点, 这一步反弹都已经逼近5600了, QQ也就是纳指100呢, 涨幅度来到这里已经涨了差不多20%了,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啊, 不是这一种非常正常的, 那为什么这个QQ能涨20%是非常反思维的呢, 因为正常的思维来说, 当美联储在加息的时候, 或者利率高的时候, 这一些QQ也就是强劲纳指里面的科技股呢, 不应该涨得这么猛的, 因为这一些是利空成长股的, 因为利率维持的非常的高,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边呢, 完全是soft landing, 软着陆, 利率维持在高位, 但是经济就是不垮, 所以明天我们看一下这个最新的就业数据, 是不是还是暂时按照这一个剧本呢, 还是那句话, 记得跟进我的频道, 这样子就不会掉了这一个步伐, 我会继续的去陪大家去更新的, 好, 下个星期呢, 美国这一边的财道, 这个下一个季度财报季呢, 就开始了, 7月12号周五金融股呢, 是先上去的, 前一天应该就有了吧, Pepsi就上市了, 还有这个Delta Airlines百事算是第一个打响的, 但是我觉得周五这边比较受关注, 因为有这一个其他这个银行和投行都会上去的, 像JP Morgan, 富士银行, Wells Fargo, Citigroup, Hachi, BMY, 这些都是那一天做财报的, 周一是高盛, 周二这一边呢是联合健康, 美银, Morgan Stanley, Swap, 这一些到了7月16号, 周二左右呢就结束了, 然后应该就有些科技股了吧, 7月17号特斯, 这一个数字是estimate, OK, 也就是它预期的财报, 但是在官网上如果大家有看交付数据的话, 它旁边写着的Earnings Day是7月23号, 所以这一个应该是跟在后面的, 而7月23号那一边呢是跟别的科技股摆在一起的, 非常的火爆, 一会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名字啊, As My J&J也是在7月17号这一边有的, 但是主要七强的这一些成员呢大家都看到了没有了, 因为通常踢响科技股的记录财报记得是奈飞, 7月18号周四, 也就是两周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奈飞走出了这一个财报, 大家比较需要关注的那一个日子呢应该是这里了, 周二7月23号, 为什么说特斯拉在这一边呢, 大家看同样的盘后财报有谁, 微软, Google, Visa, OK, 可口可乐这些大的公司呢, 特别是大的科技股呢, 都是那一天走的, RTX, LMT呢那一天也有财报, 还有3M, 所以这一边大的公司啊, 一大堆, 那么你说, 哎, 我看周二就行了, 周三不看行不行啊, 不行啊, 周三就是Apple, 苹果, 还有Meta的财报了, 所以这一些呢, 大家都是要开始去预备了, 因为现在齐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一点, 大家刚刚已经看到了, Squad Gamma那边直接说了, 隐含波动率呢, 在90天最低点呢, 因为这一个周只有三天半的交易日嘛, 所以非常的平淡, 那么到了后面呢, 就要想财报的这一些布置了, 英伟达这一些的都是在比较后面的啊, 因为它是比较晚的时间去报的, 但是走到这一边之后呢, 在周四我们看到亚马逊上去, 那这一个七强里面的股票呢, 基本上就走的是七七八八了, 除了这一个NVIDIA, 在这个同一天呢, 我比较在关注的呢, 是NEE, Nextera Energy, 今天视频第二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讨论的, 一个新的概念, 有很多人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太阳能的这一个个股呢, 特别是TAN这一个太阳能指数呢, 光伏特板块这边不断的在往下探, 是不是在能源这边有腰呢, 确实是有腰, 昨天的复盘视频我已经touch on了, 一会儿我会把这一个隐藏的点呢, 也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跟板块的这一个轮动啊, 很重要, 跟政策的配合呢, 也很重要, 所以一会儿大家记住啊, 不要错过了, 另外就是看一下Enter的这个抄底计, 走的是怎么样, 当然也不要落下像那个辉瑞和那些公司的, 这一个之后呢, 我会再做一些记录财报记的一个绿栏, 讨论一下这些个股的走势, 究竟是如何, 标普500指数基本上呢, 在历史新高的, 所以继续往上走的话, 下一个整数大的点位呢, 是5600左右, 这里指数呢, 是一路高歌的, 没有什么停下来的这一个迹象, 前面他走了一个falling wedge之后呢, 突破回踩确认呢, 现在是进一步的在突破之中的, 所以就是看一下大飞浓明天造成的这一个反应了, 那大家刚刚已经看到了, 7月份呢通常都是挺OK的, 8月份可能会见到震荡, 然后9月份应该是有就是比较难的啊, 就是有这一个回调了, 托萨的这一个robotaxi发布会是在8月8号, 所以那一边呢, 大家要小心就是这一波的时候, 在那一边呢是不是要停一下, 续一下例, 然后再接再例, 就主要是看接下来的这一些例好了, 好, 这两天呢还有一个讨论没来得及赶上啊, 是说这个佩洛西, 因为这两天都在点评特斯拉和英伟达, 当然那个Nancy这一边呢, 也跟这两只股是有关的, 因为在最新的佩洛西的这一个7月2号的filing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啊, 是卖出特斯拉, 而是继续增持了这一个英伟达的, 本来他有的特斯拉的仓位, 跟他买入这个英伟达的仓位就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他是给一个range, 一个幅度, 大约是卖了多少的, 卖出去的是25万到50万价值的, 然后买入的英伟达价值是在100万和500万之间的, 另外一个套获利的这一个特斯拉股票的比较受关注的呢, 是木头姐姐, ARKK, Cathie Woods这一边呢, 是卖出去价值应该是1000多万左右的, 15 million worth of the stock, 那我觉得对于ARK基金这一个抛售重不重要呢? 其实是因为在ARKK里面呢, 有很多公司的,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重量, 但是他基本上三大持有呢, 是特斯拉, Roku, 还有这一个coin, Roku他最近是有加持的, 那这个coin呢, 是加密币概念的, 其余还有一些大家熟悉的这个网红股, 像Roblox, Square, Crisper, Hood, Path, EiPath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PLTR Shop这一些主要的公司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Fund, 在这个基金的持有里面呢, 重量呢, 特斯拉其实过重, 在14.6跟第二名的Roku和coin去比的话呢, 高出不少的, 所以我觉得只是一个平衡, 平衡这一个基金的这个行为, 因为我们还有去看TLC去卖的时候, 其实他卖出的价格呢, 是有卖飞的, 后面特斯拉有继续往上飞一段的, 所以我觉得也就一般般没有太大的一个代表性, 但这里离不开的一个在政治上的一个看好的一个点上面, 就是英伟达和博通呢, 他继续是持有, 然后去加持的, 这个上面就是代表继续看好AI芯片半导体的这一个发展, 另外他要卖出这个Visa, 这个金融,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负债这一方面, 特别是在消费者的负债这一边呢, 是达到了这一个新的记录的, 但是我们看到consumer sentiment, 也就是消费者的信心呢, 还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暂时对佩洛西是这样子的一个, 持有还有那个ARK的这个变化呢, 我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你一下这一个重要的股价的这一个点位, 特斯拉我跟昨天的看法没有更改, 所以那一边就没有太大更新, 因为他昨天的视频呢, 也是已经去讨论过了, 现在主要的是为了去讨论其余的这些个股, 我们一直在cover的, 那么AMD我在前一天说, 英伟达随时有可能会启动, 因为大家都在问嘛, 为什么AMD先飞了, 但英伟达没有启动, 主力就是这样子, 详细猜不到, 那么AMD呢, 我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结构了, 继续的在这一个三角里面在对称这一边的在这一个寻找方向啊, 所以这里呢, 它的幅度会减少, 直到选择了一个方向, 希望是upside surprise啊, 如果是有惊喜的话呢, 那这一个高度应该是非常可观的, 继续观察166和171左右的这一个两个压力点位, 这是我对AMD这一个三角突破的一个看法, AVGO来说的话, 在拆股之前, 也就是7月15号之前呢, 应该有可能会进一步吹高的, 这个进一步的这一个持高的,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Nancy佩洛西的这一个魅力,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佩洛西的消息呢, 是7月2号的, 这边博通呢, 已经进一步的往上去冲了, 这个可能是反映出来在拆股前, 大家想持有正股的这个情绪面, 那么上次我们已经点评过压力了, 现在已经接近了1743, 下一个往上去走的点位呢, 是1800这个整数附近, 然后感觉就差不多在这一个点位了, 那说完这两个之后呢, 我们再去讨论一些别的人工智能概念比较火的股票, 像这个SMCI, 因为SMCI跌了一阵子了, 现在到底是不是有进一步的这一种持平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这一个底部啊, 其实不断的被移高的, 可以看到这里确实是有一些这个higher low, 有开始稳定下来了, 近期呢, 英伟达AMD这一些AI芯片股呢, 都是有网上博通, TSM都上去了, 但是Dial SMCI这一些英伟达概念股来说的话呢, 我们就看一下, 那英伟达起稳了之后呢, 这里能不能进一步的去上去, 我觉得要找到这一个900左右的区域的这一边的这个压力呢, 能不能进一步的被突破, SMCI的波动比较的大, 所以我留的点位是比较多的, 如果在15分钟这种swing trade的这一种时间段去走的话, 这是一个上行三角, 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这里就要决定方向了, 所以后两天对于SMCI呢很重要, 看一下有没有这一个ascending triangle, 上行三角能不能进一步的突破, 往900这一边去走, 因为这里底部呢不断被拉高, 但如果英伟达不能进一步的往130突破127站稳之后, 继续的往130去走的话, 这一边比较是堪忧的, 所以还是要比较小心一点相对来说的话, 另外一边呢就是特斯拉, 特别是在TSLL上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TSLL基本上呢在非常短的时间呢, 已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幅度的, 为什么我们说短线你去做多TSLL的话, 特斯拉的话呢用TSLL可能会不错的反应, 一个月90%, 但是其实这个真正的幅度呢都是最近几天去走出来的, 两个星期左右, 往前面去看的话呢还有对吧, 大家会说那继续用分红股用Tesley, Tesley的回报是没有像特斯拉正股, 还有TSLL这一边走得这么快, 毕竟TSLL是两倍速度的, 虽然TSLL外呢是有这个分红的, 但是在这一种特斯拉在突飞猛进的时候呢, 我说的在股价这一边呢, 应该是看一下的, 另外一个看到在留言区有很多人在讨论的呢, 就是用这一个cost对吧, 用短期的这个看多的期权,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如果买了正股的话, 你买了100股就基本上已经是2万多块了, 但是你买一个期权的话, 可能就几百块, 然后就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性就是进一步的追上去, 要小心的就是期权是有截止日的, 所以要比较小心这一个到期日, 特别是它开始横盘的时候, 那些看多期权就不是这么的妙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好, 这个SMCI来说的话呢, 希望往上走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里呢很像一个双底, 然后这里感觉要起来的话呢, 就是往900这里去走, 这里有一个破底翻, 所以感觉就是这里就是空头那一边呢, 所以就是主力那一边来说的话呢, 对吧, 把最后的散户给吓跑了, 最后的投资者给吓跑了, 这里还放量了, 通常破底翻的时候底部放量嘛, 那底部放量了嘛, 确实放量了, 所以看一下SMCI能不能开始反转往上去走, 突破1000的话, 下一次财报的话, 更加有可能性去做拆股, 因为现在我们都在说嘛, ABgo拆完股之后, 还有CMG, Tipoli这一些3000块的股票都能拆股了, 下一支到底是谁呢, 是不是就是这一支SMCI, 或者是这一个ASMI, ASMI的财报呢, 也值得看一下, 因为ASMI的股价也很高, 1,070左右, 欧洲的这一个龙头巨头, 在这个EUV上面呢, 我们也知道的, 在芯片半导体的制作上面呢, 这个公司非常的重要啊, 所以到时候看, 我觉得进去这一个技术财报季, 我比较关心的是, ASMI还有这一个SMCI, 会不会把这个拆股给弄出来, 另外看到大家也在讨论, 英伟达加入道指这一方面的, 肯定加入大的指数都是有帮助的啊, 但是芯片半导体来说的话, 还是要看, 比如说像那种反垄断呢, 因为英伟达一家独大, 对吧, 最近出来这一方面的这个利空, 另外的就是芯片半导体的这个发布的事件, 毕竟这个Jensen呢, 最近也有卖不少的股票, 但是另外一边呢, 催化季来说的话, 就是Q3第三季度呢, 最值得去看的就是这个Blackwell, 对吧, 最新型的英伟达的芯片, 到底是卖的是怎么样的, 好, 那么最后一部分, 我们留给刚刚答应大家的板块轮动, 为什么太阳能这一边崩下来了, 其实昨天还好, 昨天我看到RUN涨了10%的, 那这一个不是开玩笑的一个跌幅啊, 这个是太阳能的指数, 日线级别,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连续的再跌, 之前呢, 涨的是非常的猛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呢, 是已经把利润全部都给送回去了, 不过呢, 是不是对称了, 双底, 所以就看一下能不能接住了, 然后到时候去做这一个进一步的反弹了, 这一次太阳能这一波最猛的是第一太阳能, first solar, 我们可以看到直接是往上飞高了, 这里的股价涨了不少啊, 200这边跑到300是50%的这个涨幅, 但是呢, 也送回去了, 指数都送回去了, 肯定这个个股来说的话就没有这么的有劲,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里很像morning star, 好像想开始往上去冲了,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要去找这里的高位呢, 反映的是什么, 这一个是evening star,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顶部结构的, 这里的日子呢, 就非常的重要了, 我们看一下是几号啊, 6月13号, 14号, 那么就要去找别的能源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催化剂和利好呢, 去看一下是不是有东西克制住太阳能这一边的这个需求量, 那么在这一波来说的话, 像enphase, EMPH, 还有SPWR一些别的这一些公司来说的话, 为什么没有第一太阳能这么的香呢, 就是因为第一太阳能呢, 有包括这一个商业太阳能概念的, 特斯拉这一边呢, 也有这一个megapack, 也有这一个太阳能方面的这一个业务的去帮助, 但是像first solar呢, 他们就没有这种megapack, 这种大型的能源储备的这一个概念呢, 去帮他们去做加持和这一个deployment, 当然也是干净能源的一部分, 但是太阳能始终有限, 太阳出来的时候, 那么有没有另外的一种的干净能源, 也非常的吃香, 而且这一个潜力是无限的呢, 但是有一个风险, 也就是你控制它的时, 它如果出事故的话, 可以是很大的事情, 对,这里就不卖关子了, 我再指的就是nuclear power sector, 核电, 核电呢, 也是干净能源的一部分, 但大家知道核电厂如果发生meltdown的话, 有事故的话, 那核事故的话是很大的一件事情的, 之前呢, 也是发生过很多的不幸的这一个事件的, 所以淡惨, 但是过去不只是现在, 过去两年来说的话呢, 已经不断的往上去走了, 那昨天我在讨论这一个复盘的时候呢, 我已经去跟大家去讨论过了, 就是亚马逊, 早在三月的时候呢, 就跟这个Talent呢, Talent呢是有去做这一个核电厂, nuclear power plant这一方面的收购的, 去买这个plan, 因为这样子亚马逊是很需要电力的, 你想想看, 你要去支持这一个云端服务业老大的这个Amazon Web Service, AWS, 你需要很多的服务器, 还有支持自己的网站,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说的话, 它需要电力的, 之后还有Badrock AI, 在人工智能开发上面呢, 你需要数据中心, 你就需要有power, and you need to get it at cheap rates, 你需要有很便宜的这一个价格, 去得到这一方面的能源, 所以早在三月呢, 亚马逊已经开始在往这一方面去布局了, 其他这一些公司来说的话呢, 也是在找这一些renewable energy, 也就是可再新的这些能源, Google和微软呢, 因为大家知道的, 这基本上呢, 就是它另外两个云端的服务业的这一个主要的对手了, Google呢, 是Google Cloud GCP, 然后微软这一边呢, 是Microsoft Azure, 所以三大这一个云端的服务业老大呢, 也是以后往AI这一方面, AI Cloud Solutions, 推映的这一方面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AI Cloud Application应用来说的话呢, 是像Snowflake, 所以Snow其实以后基本面还是挺香的, 就是业务来说的话呢, 就还没有完全的利润是太亮眼, 所以我们看到股价是有受打压的, 但未来潜力是非常大, 因为它是走这一个Cloud AI Applications这一边的, 这个Infrastructure基建来说的话呢, 很重要, 但是回到能源的这一个点上面去, 那么Google和微软呢, 也是要去找的, 就是代表这一方面的这个能源的购入啊, 应该是有不少的这个需求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太阳能呢, 如果突然不香的话, 咦, 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核电的腰股呢, 突然的问世了, 这一个日子呢, 是在6月13号14号的, so let's take a look, ok, 这一只是毛票啊, 大家要注意, 所以它的市值现在应该是500 million左右, 在涨了之后5亿多, 所以大家要小心这种风险呢, 还算是比较的高的, 所以684 million, 6.8亿, 6.8亿, 因为已经涨上去了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边呢, 它这一个最厉害的一波来说的话, 刚刚第一太阳能呢, 是6月中旬那一边去崩盘的, 这边来说它第一波是在5月份已经走了, 因为主位总是喜欢提前埋伏嘛, 但你可以看到它最大的突然的parabolic, 非常大的一波呢, 是在6月几号, 6月13号还在平衡盘的, 对不对, 6月14号这一边周五, 第一太能开始暴跌的时候, 这里涨了多少, 32% to the upside, 然后在后面里面几天里面涨了多少, 基本上是11天500%左右的, 也有很多小伙伴呢, 会跟着一些腰股的, 然后就是说AINE还行不行, 能不能继续的涨上去, 但是可能没有去研究背后, 为什么突然有资金轮动进去了, 这就是主力的暗度成仓, 当你觉得, 我们去追一下这一个太阳能光伏特板块, 做干净能源, 走上去AI数据中心需要这个电力的, 结果呢, 它早就转移这一个路线了, 那这一边最近有没有什么法案通过了, 是加持了增加了这一个核电的看好度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边, US Senate在6月18号的时候, 根据路透社的这个报告, pass the field to accelerate, 加快 the deployment of nuclear energy capacity, 加快这一个核电的能源的这一个, 这一个容积量增加, 需要更加的多的, 然后这一边呢, 就是有不错的这个bipartisan support, 我们可以看到在政局上面呢, 也是有不少的这一个支持的, 主要是因为Democrat, 蓝方这一边呢, 是觉得这一个对于decarbonize, 这个碳中化的这一个过程来说的话, 在这一个除碳的过程之中来说的话呢, 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对抗这一个气候变化啊,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个, 这一个政策的加持上面呢, 然后还有这一个AI数据中心的概念上面呢, 之后像亚马逊, 微软, Google这一方面还要去争抢这一些核电厂, 如果是继续往这一方面去发展的话, 那么能源这一方面的这个概念的核电的能源股呢, 有可能就会进一步的起来, 当然这个Nano Nuclear Energy呢, 这一只小股Penny Stock呢, 是已经是飞跃了啊, 但是这一边有一些别的, 像亚马逊现在是在跟这一个, 昨天已经讨论过的Constellation Energy Corp呢, 去购买更加多的这一种的这个设施, 所以CEG呢, 能不能去进一步的看多, 或者像Vistra Energy, VST手上也是有这一个能源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股票, 其实靠着这个AI的概念呢, 早就已经飞起来了, 对吧, 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的, 但是我们就在找这一些rotation之外的, 这些轮动之外的一些小股, 特别是有核电概念的比较强的一些股票, 能不能进一步的去起来, 因为大家也知道VST和CEG呢, 早就已经飞了, 这一些也是能源这边的龙头股, 所以就迎来了这一个NEE的这个问题了, 对吧, 这个NEE呢, 能不能进一步的往上去突破了, 只能说这一些的幅度来说的话呢, 可能没有之前, 对吧, 你早早进入去埋伏的时候呢, 这么多的, 我觉得Nexterra Energy这边特别的搞笑, 因为他们在这一边暴跌的时候呢, 很多人去抄底了, 因为分红本来就挺高的, 但是主要是因为这个公司呢, 看好未来几年的发展呢, 结果就搞了一出这个AI, 对吧, AI数据中心需要能源, 好了, 后面呢就闲鱼翻身, 即刻就在未来的七个月又涨了64%了, 大家就会说, 这个幅度不是很多啊, 因为这种股票呢, 是有分红的, 所以本来就算是比较稳的, 因为它的波动非常的小, 因为Nexterra再怎么说, 也比较算是, 这一个utilities, 那个板块来说的话, 通常是分红股, 业绩就是一般般, 未来的这个大饼和发展呢, 也是一般般的, 但是非常意外的出现了这一个AI数据中心, 电力呢, electricity, 很多公司呢是constrained, 需要这个东西, 之前我们知道Elon Musk, Elon这一边呢, 是在特斯拉经常去说的, compute constraint, 需要算力, 现在AI, 英伟达的芯片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2023的主要概念, 2024呢, 马斯克也说过了, 现在最需要的是电力, 电力这一边呢, 就是导致一些能源股了, 所以它是开始变相了, 把这个太阳能呢, 开始看向这个核电能, 但这种东西呢,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又过了一两个月, 又不香的, 又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了, 主要是因为这里还没有一个, 非常稳定的一个生意模式, business model, 去做出来, 因为有很多人对于AI的一个, 非常大的疑问就是, 这么多钱被投进去了, 怎么感觉没有这么多的这一个, 企业的这些业绩财报里面, 没有出来非常惊人的利润呢, 除了这个英伟达呢, 卖了不少的芯片, 帮大家去做这个AI的基建, 那其余的这一些利润, 微软呢, 还有这些别的公司, 那到底什么时候, 可以把它好好的做成引力化, 对吧, 做成是profit, 这个就是AI的一个大的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呢, 这个并我们之前也见过, 像这个加密币, nft, 对吧, 那个时候都是讨论的, 元宇宙, next big thing, 下一个最大的这一个看点, 我们看到meta呢, 也是直接把名字从facebook, fb呢, 改成是ticker symbol, meta, for metaverse, 元宇宙, 那现在这个秉化的怎么样, 现在这个利润怎么样, reality labs基本上是meta财报的第一大杀手, 因为烧钱就不断的烧, 回报也不怎么样, 我们看到苹果的头盔呢, 本来可能加强元宇宙的, 结果呢, 也没有能上去, 所以这一些概念来说的话, 就是看下一个是什么, 基本上跟着一个主力轮动, 主力觉得不香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比较小心去找下一个热点是在哪里, 那在这里呢, 大家也看到的啊, 频道的名字写的很大的, 美股探索者, 所以这一边呢, 我也会去找寻这一些未知领域的, 继续陪大家一起去更新, 好, 这一期更新就先到这里了, 谢谢观看, 记得分享第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